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不幸发生了悲剧 在升空训练中 三名宇航员困在太空舱的椅子上 被大火活活地烧死 于是美国宇航局开始寻找耐火材料来保护宇航员 PBI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塞拉尼斯公司于1969年开始生产PBI聚合物 为美国宇航局生产PBI线位 2005年Intertech集团从塞拉尼斯收购了PBI 为什么PBI如此成功 让我介绍一些纤维 这里有两种纤维样品 这是本色的PBI纤维 在纺成沙线之前 它并不是金黄色 它是一种热稳定性非常高的纤维 黑色PBI纤维是在2010年开发出来的 PBI纤维的特点是由永久热稳定性的聚合物制成 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 将PBI纤维与对位方轮纤维混合 然后织成沙线 通常对位方轮是凯夫拉或特威龙 再把沙线编织成布料 布料再用来做成消防服的外层 PBI布料是用PBI纤维跟凯夫拉或特威龙纤维混合沙线制成的 正如您在此处看到的布样 最后用PBI布料做外层 和用其他内层布料 如防水透气 隔热和舒适层来制成消防服 PBI布料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 而且软刃适中 这就是PBI消防服穿起来非常舒适的原因 这是PBI布料 我将向您展示一些经过燃烧测试后的布料 PBI在热防护方面绝不退让 暴露于热或火焰当中 PBI不会收缩或破裂 经过热防护性能燃烧测试后的PBI布料仍然柔软 相反 方轮布料在暴露于火焰后会变脆并且破裂 当外层破损 内层将无法得到保护 在人体模型燃烧测试中 您会发现在右边的方轮服装上 不同的部位有严重破损 人体模型在测试过程中处于静止状态 由于消防员在发生闪燃时会移动 因此破损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PBI纤维的分解温度超过700度 但它的热导率低 由于PBI的回潮率与棉相似 因此非常舒适 同时PBI布料的强度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 我想总结一下PBI最重要的特性 我们的座右铭是对于保护绝不退让 面料的保护性能是最重要的 在保护方面不会妥协 另一重要的是穿着舒适 对于消防员工业和公用事业人员来说 在整个服装使用周期保持穿着舒适 也是至关重要 可以使工作人员更好的完成工作 最后是耐用性 一套耐用的服装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在反复使用和洗涤后 都能保持最佳状态 现在我想讲解一下 我们在PBI进行的动态火焰测试 它是一种在火焰下 比较两种不同布料的仪器 测试方法是把226克重的砝码附着到一英寸宽的布条上 以模拟在闪燃过程中肘部 肩膀和膝盖承受压力下的情况 可以看到方轮布料在灾难性的闪燃环境中很快被烧穿并破裂 另一方面PBI之物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破裂 这个测试结果表明 PBI布料在闪燃环境中破损的机会不大 这也就意味着 消防员有更多的时间逃离发生灾难的火场 您可以在这个视频中看到测试仪器 丙完燃料通过一条共用软管 连接到两个喷嘴式燃烧器 因此两个燃烧器将具有相等的压力和流量 所以两个燃烧器发出的热能是一致的 在动态火焰测试仪上 测试两块各附有236克重砝码的一英寸宽不同织物布条 以比较它们在真实火灾情况下的阻燃性能 我们可以比较每种织物在火焰下破裂需要多长时间 左边的是方轮右边是PBI布料 您会看到方轮布料在短时间内破裂 PBI耐火的时间比方轮布料的时间长得多 动态火焰测试证明PBI可以更好地保护消防员 它比其他阻燃布料要更好 动态火焰测试的更广泛测试是ISO135062008 该测试通过使用人体模型来预测烧伤程度 但是请记住 这个测试并没有考虑到消防员会不断地移动 方轮消防服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破裂 ISO13506是欧洲消防员防护服标准469的一部分 这是一项非强制测试 该测试通常是在曼彻斯特独立测试所BTTG当中进行的 方法是将整套消防服穿在人体模型上 人体模型有123个传感器分布在假人的不同部位 人体模型会被12个燃烧器产生的火焰所吞噬 平均燃烧热量为每平方米84千瓦 燃烧8秒钟 开始数据收集是从燃烧器启动到120秒后 总共2分钟 测试比较时重要的是两套消防服应来自同一制造商 相同的设计和构造 相同的防潮膜 相同的内券 相同的尺寸 唯一的区别是外层布料 燃烧后您可以看到在右边 方轮消防服有很大的受热后破损 很大范围的破裂 内层暴露 在左边的是PBI消防服 没有损坏 也没有破裂 您可以看到烧伤测试的结果 方轮消防服的二级和三级烧伤程度 比PBI高了近五倍 在曲线途中 穿着方轮消防服的烧伤百分比 随时间快速上升 PBI的曲线保持低而平坦 这显示消防员身穿PBI消防服 可以大大的减低烧伤的程度 PBI消防服由于其纤维特性 穿着起来非常的舒适 PBI纤维具有低磨量和类似于棉的舒适性 因此用PBI织物制成的消防服 将具有柔韧性和柔软性 大部分PBI面料都用长丝或粗杀增加其强度 因此它具有很高的抗撕裂和拉伸的强度 这就是PBI织物耐用且使用寿命长的原因之一 有几个事项对于延长消防服的寿命很重要 应避免过多紫外线照射 重要的是要避免把防护服存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防护服应根据制造商的指南进行检查和清洗 我还没有谈论更重要的性能测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布料物理强度的下降 对于消防服的防护性能至关重要 我们一直在使用我们最新的测试设备 例如仙灯老化实验仪进行紫外线暴露测试 以研究PBI织物与方轮织物的对比 仙灯老化测试仪是测试设备 以加速布料的老化 结果表明PBI布料的使用寿命是最长的 自80年代中期以来 PBI的耐用性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消防部门 进行了接近40年的实地验证 在谈论创新的时候 PBI一直保持走在前列 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现有的产品 去年在市场推出了一种称为 PBI-LP的创新纤维 什么是PBI-LP 简而言之 我们在PBI分子之间添加了一个链接 这将加强PBI聚合物链之间的键 结果它有助于 在不改变机械性能的情况下 提高PBI-LP的热稳定性 因此它使我们可以制造更轻的外层布料 同时提高耐火性和破裂的防护 这样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更轻更舒适的消防服 而又不减低防护性能 如果您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 并且需要更多的资讯 请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 社交媒体与我们联系 或者在交易会上找到我们 我们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 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拜访您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